如果你是雲 圈在夜色里 你能否感觉 有人在等你 如果你是否 我愿做你的外衣 愿被你吹起 躲进你柔软的怀里 如果你是雲 圈在夜色里 你能否感觉 有人在等你 如果你是否 我愿做你的外衣 勇起我的怀里 就吹了 这风仍失离 你一定会让我去 你也要去 那你去哪里 那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有没有 受伤害的 那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好好看看 这谁给你的 彭云 谁给我的我不知道 谁给我的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对赵静他家 到底了解多少啊 他父母为什么离婚 他跟他前妻为什么分手 这些你都知道吗 可以啊 你现在可以不跟朋友爱结婚 但是你跟这个赵静 必须马上分手 你说完了吗 你都不回答我怎么往下说 我喜欢的是赵静的这个人 关于他前妻跟他关系怎么样 他爸怎么样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而且 我已经跟他求婚了 你 你 妈 你看他 你要气死我呀你 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还在这呢 我爱赵静 就是这么简单 结婚是这么简单的事吗 我想清楚了 就是这么简单 行 既然你铁了心要跟赵静结婚 我就跟你说点实际的 以赵静他妹妹现在这个情况 肯定是要跟赵静住在一起的 一个屋檐下的姑嫂关系 还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们关系很好 那是现在 你没跟我住一块儿 你还说我好呢 你要继续这样的话 咱俩没有办法交流 有没有听过那句话 宁找丧偶的不找离婚的 说什么呢 就是看不起你自己呢 还是看不起我呢 妈呀 您就先别打岔了 问题他不在于赵静 是在于他前妻 赵静他前妻 现在想跟他复婚 这个赵静据我所了解 也没有那么决绝 诺诺是个什么人呀 蚂蚁爬到你鞋上 你都要纠结半天的人 就这种纠缠他能受得了 妈 一万个人有一万种活法 你觉得我承受不了 那只是你站在你的角度 考虑而已 世上只有两种不一样的人 一种是经历过的 一种就没经历过的 你没经历过就不能理解 将来肯定有问题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我会怪我自己 跟你没关系行吗 你给我站住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以为这事情这么简单吗 赵静对于他妹妹来说是当哥 其实在给他当爹 你如果现在选择了赵静 那等于现在你没结婚 就要去给人当后妈 你明白不明白呀 那要怎么样 我愿意跟他一起照顾他 你以为没有选源关系的后妈 这么好当吗 你现在有信心 可你有没有想过呀 将来你跟赵静结了婚 有了自己的孩子 你还会像现在一样对他好吗 你还能做到像现在一样 无怨无悔吗 你现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是吧 那你就回去好好想一想 到底要不要跟赵静结婚 干嘛这件事 谁不得慢慢学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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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妈 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你教的办法还挺管用的 哪一去呢 哪有我资料啊 谁拍的 你别管了 交给我来处理吧 是朋友呢 不知道 你相信我好吗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来 既然咱们是奔着结婚相处的 那大家有什么小毛病 就说一下呗 能不能接受 我睡觉磨牙 我打葫芦 我会偷磨放屁 我有汗酒 我经常说梦话 偶尔还会梦牛 我 会胡扯 这真的假的 有点 逗你了 你有 有 还是在普通地方好 来 不要 你最爱吃的啊 等一下 来 消毒 来 手伸出来 撞一下 您找谁 爸 这是我朋友 你出去 我有话跟他说 这什么朋友 好朋友啊 快出去 快出去 坐我旁边吧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上次视频的时候 你好像病得很严重 我已经好多了 那就好 我们的电影拍得怎么样啊 就差大结局了 我还没有想好 还要想什么呀 肯定是大团圆的快乐啊 快乐 一定是要大团圆吗 不然呢 还 还可以有其他的可能 好 我相信你 真有人能干出来这种事啊 他就看现在挽回不了了 才想出来这种损招呗 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不像是在背后里 偷偷给别人拍照的人 他要是自尊心强 他就不会到现在 还纠缠你不放 反正他搞这个事情 就是为了让你妈阻止你 只要你跟赵静分手了 他就满足了 你为什么要向你掌制住 那你还在看自己 你 你还在说 你还在等我 你说我 你还在说什么 我不想把我们去 我们去找我 按照你 能否赦吧 闭路 分手 你行动 你晚上一定要来 不挂了 你俩下班吃啥去啊 想好 你们先走吧 好吧 好吧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还有下班呢 妈姐 得把之前请在 落下的工作给补上 小薰怎么样了 快出院了 等会儿 这什么情况 许诺说 要跟我结婚 他说 你被求婚了 臭小子 什么好福气啊 但是我现在反而 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 你还犹豫上了 不是我 这 他家里人 不太支持 那许诺怎么想的呀 不顾反对 强行结婚 那那那那 当然不可能 是他不可能 还是你不可能 所以你在担心什么呢 难道你们现在年轻人 也要听父母之名 媒妇之言哪 我是想去见他家里人 但是我担心结果不好吗 我明白 你呢 是替许诺着想 可我觉得呢 一个女孩子 做到这种程度 她现在需要的 不是你一直地忍受 一直地为她着想 而是奋不顾身 跟她一起去面对 去冒险 听听出来 你再好好想想啊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喂 我要去见一下彭远安 处理点事情 真的不会太久的 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是我们的事情 我不希望 你一个人去面对 知道了 下不为例 我觉得你比我勇敢 听你这话 好像像你怕了似的 我不会被甩吧 以后我还得拉着你 陪我一块去冒险的 到时候你不许跑 我干嘛要逃啊 我要一直紧紧地贴着你 直到你烦我为止 那你得除了多早 赵介 我真的没有你想得那么辛苦 我完全扛得住 我也是 我们打个赌吧 看谁坚持得更久 那我觉得我会赢 行 那输的人 要帮赢的人实现一个愿望 我可以先说出我的愿望吗 说得你好像已经赢了似的 说吧 我希望我们可以生三个孩子 顾北 赵介 我们谁都不会说 知道了吗 那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双逸 嗯 你能为我做什么 你别过来啊 我们 不可以这样 我愿意忍着 进来吧 爸 沈诺来了 沈诺 来了 叔叔 张阿姨 给客人倒杯茶 不用了 叔叔 我待不了多久 叔 那你今天来找我 是为了什么事啊 那沈诺 爸 咱们坐下说 好 坐 你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吧 是这样 前段时间 我听说语言和你 闹了一些不愉快 出于好奇 所以就想了解一下 你还把这些照片 都寄到了我妈那里 对吗 是的 是我 抱歉啊 没关系 本来我还在想 该怎么跟我妈说呢 这样一来反而舒塌了很多 许诺 你来就想说这些吗 不是 是 叔叔 我希望您可以把相机里的原片删掉 首先 这是你偷拍的照片 原片在您的相机里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您是做律师的 您应该知道 偷拍别人这样的照片 是不合 不合适的 你应该感谢你吧 你不是一直都在等着我被拆穿吗 你还要把我拆穿那天吗 这下好了 如你所愿 照片是我记得 或是我爸 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回到你身边吗 照镜他给不了你未来的 自己好好想想 我们俩为什么能在一起 那他光是因为相互喜欢吗 我要是没有这样的家世背景 你会跟我在一起吗 也不能说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但是脱离了物质的爱情 它是不现实的 你会跟从山 你会跟从山 那你跟从山呢 你们是爱情吗 我们之间没有这种感情 那是因为你更看重的是 他的家世背景 就像我 看重的是你的家世背景一样 这是两个问题 请你不要混淆 我没有混淆 是你刚刚说的话 否定了我们过去的一切 是你先犯的错 好了 我承认我错了 明明没有感情了 却不能果断分手 是我伤害了你 所以不管你以后 怎么诅咒我折磨我 我都愿意承受 赵金娜到底算什么 你敢为他做到这种程度 是因为你的家世背景 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我的欲望更大了 你应该一直清楚 我收下这枚戒指 并不代表什么 只是不想把它扔掉而已 既然你说他没有意义了 那他就是个垃圾 我再跟你说一遍 赵金 他是给不了你未来的 我要跟赵金结婚了 是我 跟他久得婚 我跟赵金结婚 是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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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对不起 我知道今天的事让你难看了 但这件事 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们俩都有责任 许诺这个人太重感情了 他才会对那个人那样 我刚才已经说过他了 他知道错了 他让我跟您说对不起 不过事情拿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就有必要找他的父母 去好好聊聊这件事 对不起了 看情上的事 好像迪我都不带领 但愿你别像我这样 好 看情下的事 我都不带领 有什么要注意 那我一年 我都不太清楚 我现在已经说机会 我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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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 你找你 我找你 我找你 你说你 我找你 我找你 你找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也别过来了 我会去到你身边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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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 改天到我家一起复习 不会再提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好啊 来来来 尝一尝 怎么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给人发消息的时候别那么冷漠 行不行啊 你看我手机了 不是 你刚才走的时候你 我 我先帮你说这茬 这个人是不是你的长期会员 人家问里面那么多问题 你就给人发了一个PPT 那我要是他我才不在你这儿续课呢 还有就是 你跟人发信息的时候 能不能用点语气词 什么啰啰啰什么 什么都行 你再不记你发点表情 你发点表情符号也行吗 你这该跟你试别透露了 你就是记不住 你上次跟你那个领导也是 领导人家饭点的时候问你 在干嘛呢 那不就是想约你一起吃饭吗 你就给人冷冰冰回一个吃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意思是你别来烦我 我吃饭了 是吗 我老爷们可不这么想 就你这样你还要出去开店呢你 你得了吧你 我当时我在上课 我又没想那么多 那你现在给你这个学员发微信 你给他解释一下 人家问了你那么多问题 你回不回啊 你不发我帮你发 你到底有完没发 我现在我不想聊什么工作微信 和别人打交道 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它适合你 它不一定适合我 就像你喜欢看电影 我喜欢打游戏 一个道理 那两个人在一起本来也不光是为了相互磨合的呀 那我们是要帮着对方一起进步的不是吗 这才是婚姻的意义啊 可我觉得婚姻的意义是包容 我跟你没话说 你走 走就走 走 经理 我一直在忙 下次我请您示范 你怎么下来了 你怎么还没走 我 你看看我这么回可以吗 我可不敢教你怎么做人 我刚才好好想了一下 我觉得你说得都对 既然你说得都对呢 我就要虚心接受 这样咱们俩才会共同进步 想共同进步呢 那你就得跟上我的节奏 吵架的节奏也算 谁啊 谁啊 我追她呢 那正好我给她拿了陆角角 这个听说对她的病有帮助 这不便宜晚上就破费了 只要她的病很好 这算什么破费啊 再说我好像也帮不上别的什么忙 谢谢啊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这让赵静知道 该不高兴了 叔叔 你说这话 是我先对不起赵静的 我对她有愧 其实我 我 这事都过去了 您再说你们小孩子的事 我也不太懂 我去看看她 好 你随便坐 行 好 来 叔 我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跟你们讲 什么事 许诺父母一直不同意 赵静跟许诺在一起 许诺之前谈了个男朋友 家里条件挺好的 所以最近他父母正在撮合 他跟那个男的复合 你跟我说这个干吗呀 是这样的 那个男的他来找过我 别的也没说什么 就是问问赵静之前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事 还是得跟您说一声 九条 胡了 那找时间 我证领的呗 现在诺诺那事都没解决呢 我哪有这心情给你去领证 你说我平时管你这么严 复婚后你又觉得委屈了 可怎么办 那你说的 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啊 但凡是夫妻 总有一方得受委屈 要是哪天 你不想受委屈了 就像我以前 咱俩现在不和好了吗 这俗话说得好 衣不如心 人不如就 你要是这么说 我真又开始担心诺诺了 碰 别 没完呢你 碰什么要跟你说正事的 你干什么你 我打得好好的 你急什么急 我当然急了 你这什么态度呀 闺女拼死拼活要嫁的人 你不好奇啊 我有什么可好奇的 一个兽医我有什么可好奇的 你要有本事 你自己找的小子 让他跟逗逗分手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你跟我急什么呀 我情依次马上就糊了我 不是 不是呀 这 不是没想到我呢 今儿你哪也别去啊 在家里给我看好的店 干吗 不是 包包包 把包给我 帽子 手套 帽子 看好的店啊 你哪也别去 早就该去了你 小皮 她的病已经看好了 回头通知她主人来接她啊 行 赵爸爸 赵医生正在忙着呢 您先坐一会儿啊 我去告诉她 我不找赵姐 小皮 你现在忙不啊 不忙 你也不忙 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 正好到饭点了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等我一下我去换衣服啊 小皮 我去吃个饭你照顾一下啊 好 可 precies 不安 看什么呢 奇怪 外边那个阿易在那转半天了 跟我对视了好些次也没见过 姐呢 吃饭去了吧 ��릴 我得谢谢你啊 有这么多年一直照顾了小金 赵医生可不需要我关照 再说了 现在不是有许诺吗 这姑娘真不错 您哪就等着享福吧 这他们家 是不是不同意 她和小金在一起啊 怎么会呢 你看我这事也不知道跟谁商量 这赵俊性格你也知道 她报喜不报忧的 有什么事从来也不跟我说 这你跟她在一块工作这么多年了 对我们家也比较了解 所以我就来问问你 我觉得啊 这两个人在一起呢 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您要相信他们 他们两个人好有什么用啊 关键是女方家什么态度 这相比之下 赵俊这条件你也知道不太好 她呢还要照顾妹妹 我呢就想啊 我这身体还算硬了 这如果他们俩是真的在一起的 我就跟普劳公司再续约三年 这出海当船员 大差不差的 赵俊这移植费用啊 也就都能凑齐了 您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 还操心这些事干什么呀 再说了 您觉得赵俊会同意呢 我听说许诺啊 之前有个对象 这条件非常好 这他父母啊 一直撮合他们和好呢 我想着许诺顶这么大压力 跟赵俊在一起 说这赵俊 当那个 不受代价的姑爷 是不是太委屈了 赵俊要是决定跟许诺在一起 那他就该承受这份委屈 也许我这么说不太恰当啊 可您别小瞧了赵俊这些年吃过的苦 自己吃的苦 自己攒的教训 更何况是一个在婚姻里吃过苦的人 他会更加谨慎 所以赵俊比任何人都清楚 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这万一时间长了一笔 就许诺一后悔 我倒不是说许诺这人不好啊 就是他过热了 他遇到很多困难 万一到那时候 我们家赵俊 可是咱也受不起这种伤害了 您放心吧 赵俊不会受那样的伤害了 当然了我也不能保证什么啊 可我觉得吧 许诺有的时候啊 比赵俊还要坚强 最重要的是 他俩很像 有的时候做事都是一样的 是吗 舍不呢 那他们俩整头圆了呗 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在背后默默支持他们就行了 别再说那些丧气的话了啊 来 吃肉都凉了 不说了 不说了 快吃 味道不错吧 嗯 味道不错吧 嗯 那边也对我 预讹 五三 你那样的 他人家照顾 你一直在意 我一直在意 我一直在意 你一直在意 您是许诺妈妈 不是 您听我说啊 我们家赵静呢 我知道 我知道您赵静挺不容易的 可是我也不想让我女儿不容易 是 这活着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小白 小白 你怎么来了 你最近为什么都不来看我 你不是应该在医院吗 我来找你拍电影啊 你剧本写好了吗 别胡闹 我身体都好了 真的 我今天做了检查 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医生就帮我出来吐吐气 我们快走吧 你不是说拍电影 最怕女主角罢工了吗 真好了 你会发当算了吗 你会发贲到家里面的那样 但你的那样是 哪里那样来 你会发生 참用 你会发生的那样是 你会发生的那样是 这妈妈呀 好吗 你会发生的那种 你会发生的那样是 我们今天拍告别 怎么就告别了嘛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哪一次不经意间说了再见 就再也见不到了 说好的快乐节目呢 我也不知道 怎样的结局 算快乐节目 那下回换我当导演 我来拍一个快乐节目 你来做我男主角 非我不可吧 非你不可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 早点好起来 我们都要早点好起来 早点好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有点累了 您休息一会儿吧 好 借你肩膀靠一下 嗯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点累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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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妈 妈 妈 总算是退伤了 他的免疫力本来就低 容易得病 本来都快出院了 他这么一折腾呢 还得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 是 我们都知道了 麻烦您了医生 好 哥 好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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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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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